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关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齐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好,今次讲讲最近的风头等 就是这个祖高域 祖高域本来上诉成功 在法庭颁布他 在澳洲政府有些程序不恰当 但是,我都说的 这个澳洲政府 尤其是移民部 他要坐下你 一心一定会坐下你 因为我见过太多 所以那群叫做救生艇计划的人 我真的祝他们好运 我这么多年在澳洲住 我见过太多太多 令人失望的移民政策 我还记得有人跟当时的 总理洛克文说 我们给了很多钱 在我再场见到他 因为他太多了 就说 我们给了很多钱 但我们这个专业就有 有一个上限 很难移民 总理先生 在洛克文室说普通话 用普通话跟他说 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最后是没有的 甚至还要削多些名额 澳洲这些移民政策 是很铁石心肠 除了是对 对来自BNO祖国的人 或者美国人 其实 最好的就是来自BNO祖国的人 因为始终是历史的原因 没办法 再说一下 现在祖高域 再次被澳洲的移民部 取消了他的签证 其实 距离他 如果正常的话 距离他 是 开打澳网的比赛 因为他现在 抽了签 是一号种子 当然他世界排名第一 是一号种子 只剩下几天 这位 祖高域先生 当然 是男单一号 拿过九次 你记住九次的 是厉害的 是真的厉害的 不是怎么做一哥 移民部长说什么呢 移民部长其实和摩总关系相当地好 就是Alex Hawkey 他说什么呢 我们根据移民法第133C 括号3 的条例行使了我们的权力 以健康和良好秩序 为理由取消祖高域先生 持有的签证 理由是 这个 这样做 完全符合公众利益 其实 说真的 至少是你的支持者 动手动脚 那时候 和警察动操 幸好人不多 在漫码 现在澳洲疫情那么大事 他是有了 你觉得他的藉口也好 或者是 真的合理也好 他有了理由 你这些人真的出来搞搞震慌 这么小事 就已经是 借点义 借点义 如果他 祖高域 你知道祖高域 都是比较喜欢短差 以及他的家人 又说 他老爸还说 关了我儿子入牢房 吃东西这么差 坦白说 每个隔壁人士都是吃东西 你和澳洲人说是没有的 我只是老实 我都说过多次 澳洲是五眼集团当中 最不和你说这套 人权 你看看我们 那些 对待 从海上来的人 那些方法 不理你的 所以我都看那些 避风港 避风港计划那些人 捏一把汗 你 你卖楼 全家人都离了 连宠物都拿来 48岁 是的 他不让你怎么办 不可以对这个国家 太有寄忘的移民政策 你只可以靠自己 如果你真的很有实力 英文超好 可以考到4.7或以上 我觉得你值得一试 但是 如果你是靠 救生艇计划 那些东西 澳洲说变就变 说回 这位Hockey 即是我们的移民部长 就预计祖高域 在一两天内 就会被驱逐出境 祖高域 上星期 就以 未接种 非澳洲居民身份 进入了 非居民身份 进入了美国 非澳洲居民身份 非美国居民身份 进入了美国 不错 你不要以为 虽然澳洲什么东西都跟美国 但是有些东西他有得自主 这些东西 拜登也不会理你 说句老实话 拜登会说 祖高域 进入了美国 可否进入澳洲 再来这三方过 去年12月 他招了新冠 这名球员 是获得豁免 即是疫苗豁免 所以他 就可以进入美国 不过 澳洲就说 我们 我们有第二套 他没有遵守 我们国家严格的政策 其实经过几天的讨论 Hockett 移民部长就说 我们 政府坚定地 致力于保护澳洲的边境 特别是 现在新冠大流行 这位未接种的 网牵一哥 到达了澳洲以来 他是第二次 要取消他的签证 星期一的时候 他在联邦法庭上赢得上诉 反对澳洲边境部门 基于程序理由 取消他的签证决定 但是 这位塞尔维亚的球员 赢得上诉 不过 后来才发现 在社交媒体发现了他有说谎 令到他的可信度 受到质疑 这倒是不错的 你之前真的说过谎 后来他承认 至少我经理人 错误了 填错了 这些行程申报表填错了 虽然 他知道 我诵过诵 但是他填错了 而且 还 大家记得 接受法国媒体访问时 其实他当时 中了新冠 老闆很不负责 我老闆 我们看到 新闻集团梅独的报纸 居然访问了 六万多人 因为在澳洲访问 几万人也挺难的 84%的受访者支持 驱逐这位网谈一哥 他可以吃着 现在大选年 摩总 更好 这是民意 我信认了民意 老实说 从政治上 和从 其他方面来说 你被驱逐 他有好处 他当然是驱逐你 这些民意 百分之八十多 一哥被人 万一 被人驱逐处境 是不是三年之内 没得再回澳洲 没错 一般就是这样 这个报纸 很大惩罚 很大惩罚 他的职业生涯 会不会三年之后 再来到澳洲打澳网 可能也打到澳网 但是 会不会 是真是继续可以 现在的光辉有点难 你看 Roger Feather 辉达那 老实说 他这几年都在走下坡 因为始终年 年纪放在那里 就是那里 没办法 运动员就是这样 所以 当时祖高域 就算上上成功 澳洲政府也警告他 可能会动用 移民部长的权力 因为他有 权力 就会取消他的签证 其实澳洲网球公开赛 惠免冠军 你记住他惠免了 所以他就很想参加 可能成为了这一项 运动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人 所以他 都要继续上数 我们看到一项 就是 有些人说 不用担心 他可能还有机会 留下 为什么呢 他现在 就说 他的代表律师团 或者叫律师团队 再次提出法律挑战 当地法院 其实 就在移民部长宣布取消 早告计签证的时候 就举行了指示令讯 这个举行 不属于正式上诉的 是 法律程序的开端 令到法官考虑这个案件 会进一步有下一个行动 即是可能拖 拖到差不多 他可能打完 星期一打破 这个不重要 他现在就是要参加 看看他代表律师说 他代表律师就说 祖高域 目前不是在 扣留状态 他会申请禁制令 阻止澳方遣返祖高域 澳洲的律师团队 代表政府律师团队也表示 同意 不会在法 远程序结束前 将祖高域 驱逐出境 其实他就是有钱打官司 拖 明白吗 拖 其实 澳洲媒体 引述了当地的一位著名律师 祖高域提出的司法覆核 现在他学习 香港的长洲覆核王叫什么名字 国卓坚 国卓坚 坚叔 司法覆核 其实 会比上一次困难 原因是 移民部长是根据 移民法第133 司 这个条例 行使他的权力 不需要 通知 祖高域 有关撤销 签证的打算 所以呢 他今次 是不是这么容易上诉 不过 始终有钱人 有钱人玩法律 也是容易一些的 这个是现实来的 上一次在法庭 法庭裁写恢复 祖高域的签证理由 和 程序 公平 有关的 就是 有些事情 程序是错了 程序正义不够 令我们看到澳洲的 移民部 前副秘书长 叫Risafi 他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 虽然 祖高域的签证再次遭到取消 但是他依然有机会 出战奥网 他就说 祖高域的 律师团队 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继续打官司 法律战 基于法律基础 对这件事展开辩论 第二件事 就是请求法官允许祖高域 取得过桥签证 Videring Visa 他就可以参加奥网 这位前移民局 的高官 他就说 法官 需要 今天做决定 今天做决定 今天 究竟怎样呢 不知道 过桥签证 其实在澳洲 就是一种临时签证 令到一些非公民 用于 签证即将到期 或者等待 申请结果时的 过期的一种签证 过期签证 不允许 持有者工作 那祖高域算不算工作呢 嗯 他是比赛 但他的职业是网琴 所以 这位前的 移民局高官 他也说 现在 就看看 这个法官 会不会 令到祖高域 都可以取得 有工作权的 过桥签证 因为 他事实上 都算是工作 这也是 现在 祖高域 会怎样呢 因为 其实今天 早上8点 他会接受官员问话 又进入这个居留中心 政府也说 不过 上诉期间 就不会驱逐他出境 其实会不会大家拖呢 我是这样看 我是这样看 粗浅看法 会不会 这个司法程序很久 直到他打完澳网才驱逐他出境 两边都算是 有个和谷 不过 未来这几年祖高域就来不了 这样 也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说他老实话 现在澳洲的形势 疫情 祖高域好像对他很不利 现在看到的消息 就算这样 没来没去 对你作为一个运动员 祖高域的实资度 你这样没来没去 他对你的身体 身心压力也大会影响比赛 他对自己身体很有信心 新冠他也不害怕 那也是 不知为什么 现在我们说回澳洲今天的 新南威尔士州 48,768例 20人走了 维多利亚州 25,526例 23人走了 另外 要注意一件事 其实由于 多名乘客确诊 所以 中国民航局已经宣布熔断机制 南航 南航 南方航空 CZ326 由适离到广州 两个星期 将会 将他们的 单机取消 都会 溶断机制取消 另外 密尔盘到广州 ZZ343 和 344 都会取消 我的朋友就是回不了 他打算回深圳 不行 他还是买 买了 买了几贵的机 都买了 五万多元人民币 即是一万多元澳币 也没办法 因为 这个买不到 买不到 所以看到 因为澳洲由这个防疫的优等生 突然之间那么厉害 全世界都害怕我们澳洲了 社长也会做一截 从这个 都挺无耐的 新冠清零 到货架清零 真的 我只觉得 现在这样 还有什么清零 还有就是 这个 叫做 试剂清零 试剂盒清零 没得用 惨了 现在很难买 还有 有些人 在外国 我请大家 住一下 住一下 因为 澳洲政府都说 可能 很多人 在内地或者其他国家 订过来 订过一些新冠试剂 今天澳洲的媒体 澳洲的官方说了 你这些如果不是 澳洲的清单里面 可能会扣了你的货 即是它是 允许那种牌子的清单 如果你不在那个清单 可能会扣你的货 要想一想 我相信过多一两个星期 澳洲的各级政府都有订 不过一两个星期 都是有时间等 只能够 只能够等 只能够等 现在的 熔断机制 其实为什么它熔断两周呢 我想 也要看看两周之后 澳洲会不会缓解的疫情 当然 新拿威士州 就说下星期开始 这个住院数就开始缓解 但是我觉得又不是 因为你制后 可能不是那么快 起码到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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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月底比较实际 实际 所以 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一下 一下子 放松 比英国更厉害 英国也 没那么狼胎 因为如果 按照人口来说 我们真的挺厉害的 好似新拿威士州的 卫生官 Carrie Chan博士 当局就预计 个案数很快到峰值 他也警告 研究证明了 单单在这波疫情 全州 大概会有 二分之一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出现症状 所以你不知道 可能 老实说日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好了 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症状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些人甚至知道他们中了 二分之的人中了 这个数字都挺惊人 惊人 另外 澳洲政府发布的数学建模 就显示在住院人数 和入入重症 监护房 的人数方面 新拿威士州 会比预期好一点 也是好事 其实住院患者的数量 仍然是稳步上升 目前是2525人 但是预计下星期就会趋于平稳 但是这么说 趋于平稳 总是有些人要走 真的没办法 因为 如果整个政府是决定这样 我们作为小市民 也很难 因为 也是那句 几年才投一票 是吧 你现在也投不了他下台 起码等到5月份 5月份的时候 澳洲人也很羡慕 有些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 有些 什么好消息 他就不记得了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 有些好事 可能 一些好消息 掩盖了一些不好消息 说回祖高域的事情 真的牵动了很多人 连塞尔维亚的总统 都说 哎呀 我们呀 祖高域 真是被澳洲政府搞得很惨 已经变成了外交事件 如果你都出声 这件事 也很能解决 其实他不出声 更加好 大家都 大家都想 找个落台鸡的话 你又出声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塞尔维亚 跟中国关系很好 他说是否中国 找你出来说有关事 不关事 这些 黄友说他肯定代表中国说话 关什么事 其实 是的 如果他二次 申诉 即是上诉失败 他真的可能连续三年被禁止 进澳洲境 我们看到 其实昨晚 媒体就拍到 有一辆汽车 估计就是祖高域的车 昨晚 去了一间律师事务所 他也挺厉害的 澳洲夜晚的律师加班 不过 说真的他有大把钱 这不是什么钱 所以 现在 大家会觉得 祖高域是否真的会碰 应该就不行 我觉得最后 我那一招 拖到他 打完之后 再将他驱逐出境 嗯 但是你之后三年 对不起 你的澳网 我不敢说你 澳网的生涯完了 但是 会那么容易夺冠呢 到了那么大年纪 有很多新星涌现出来的时候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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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澳网的意外 早上高域 应该又要进入拘留所 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隔壁酒店 不是拘留所 拘留所是 据住 不是 他真的是拘留所 这么惨吗 这么惨吗 这是澳 澳洲媒体所据住 据住 是据住 可惨 因为我想程序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取消 他取消第一次都是这样的 首先拘留所之后 再去隔壁酒店 可能程序首先 你是 如果取消 首先都是要去拘留所 之后 你 如果是上诉过程 确认了你是上诉先去隔壁酒店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有错 请大家指证 因为第一次都是这样的 第一次 黑色小屋 住了一天 只有第二天 因为他上诉才让他 去隔壁酒店 是真的拘留 好像媒体说 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 其实这样很影响状态 我觉得就算 没什么 他这次也不容易夺冠 因为这么多事情 深情受影响 一定的 你不断奔跑 什么律师 当然不用他怎么出力 经理人搞得怎么样 但是 你始终都忧心 对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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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